大家好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晚花筒 我是叶凡 这个星期好莱坞最热的热点莫过于金球奖了 华裔导演李安和他的电影《段贝山》可以说是成绩显赫 一举夺得了四座大奖 高兴的他用中文想家乡父老拜新年 另外张子怡也因为出演影片《异计回忆录》 而得到金球奖最佳女演员的提名 可惜的是他和奖杯势至交臂 不过张子怡还是很大方的感谢制作单位 其实我很感谢美国的观众 还有很多大的制片公司studio 他们都对中国开启了一扇大门 我希望我们中国的电影会越来越好吧 这样子美国观众会看到更多更好的电影作品 一会儿我们要为你介绍金球奖的颁奖盛况 不过我们首先来看看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还要给你带来哪些精彩内容 那帕山谷是美国最富盛名的葡萄酒产地 今天我们要带你做一次酒香之旅 欢迎来到布什安葡萄酒园 我们的葡萄园坐落在那帕谷的最南端 孤独牛仔相逢牧场 同性之间也有真挚的爱情 请看好莱坞快递断背山 美丽的葡萄酒园离不开热情的酿酒师 酿酒居然也不乏浪漫 有一个好的味觉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在乎它 花时间和心血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星期的文艺新闻 第63届金球奖1月16号揭晓 华裔导演李安指导的断背山 风头强劲 一举拿下了四个大奖 描写两个西部牛仔之间 同性念故事的断背山 是本届金球奖获奖最多的作品 他一举拿下了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剧本 和最佳插曲四个大奖 描写传奇乡村歌手 Johnny Cash生平的传记电影 《逆往无前》也是成绩二人 夺得了最佳音乐片奖 在其中扮演男女主角的 Waquin Phoenix和瑞斯·威瑟斯鹏 分别获得了最佳音乐片男女演员奖 金球奖由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的 大约80位记者投票选出 和奥斯卡的5800名投票人相比 虽然阵容小 可是威望却不可忽视 艺人可以凭借金球奖的威风 夺取奥斯卡奖 今年可以说是编缘题材电影 可庆可贺的一年 除了断背扇之外 在描写变性人电影《穿越美国》中 扮演女主角的Felicity Huffman 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 而在描写同性恋作家的电影 《卡波蒂冷血告白》中 扮演男主角的Philip Huffman 则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 李安说 今年是好莱坞特殊的一年 今年我看了很多同行的电影 我很喜欢 不过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 把这个奖颁发给 断背扇意义特殊 今年是美国电影业 成绩辉煌的一年 李安的《断背扇》描写了 两个同性恋牛仔 试图掩盖恋情的故事 奥斯卡颁奖委员会 偶尔也会奖励扮演 同性恋的演员 不过还从来没有把最佳影片奖 办法给描写同性恋的电影 奥斯卡提名名单将在1月底揭晓 我们将拭目以待 到底是谁第一个 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很多人一定都会说 难道不是哥伦布吗 可是英国一个业余历史学家 星期二说 他有新的证据证明 是中国航海家郑和 首先发现了美洲 英国退役潜艇军官孟希斯 曾经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书 书名叫做 《1421年中国发现事件》 他声称 中国明代的航海家郑和 首先发现了美洲大陆 不过他当时还没有过硬的证据 而现在孟希斯说 他有了新的证据 1月16号北京出现了一张 1763年复制的 1418年的古董地图 上面清晰地画着 非洲 欧洲和美洲 如果这张地图被证实为货真价实的话 那么郑和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时间 要比哥伦布早74年 而哥伦布要等到1492年才发现北美洲 据报道 中国一位爱好收集地图 名叫刘刚的律师 花了500美元 在上海一家古董店里 卖到了这张地图 意大利时尚品牌 范思哲的著名设计师 唐纳泰勒范思哲 锐意求心 及时调整设计的方向 不仅为女人 也为男人打造新时尚 1月15号 在米兰举行的时装秀上 唐纳泰勒范思哲推陈出新 展示了与世界名牌范思哲 以往风格不同的 简约是男装系列 他说 这些服装在细致末节方面有所简化 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 质地 面料和比例上面 今晚的男装系列注重款型 肩不放宽 腰部收紧 面料置地讲究 唐纳泰勒范思哲表示 1970年代以来 范思哲公司能够一直处于 世界时装领域的前沿 就是因为这家公司 有追求变化的意愿 他说 时装在不断变化 所以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让范思哲品牌的新形象 更加清新 更加简洁 给这些服装一些空间 这次展示的2006和2007秋冬装系列 以黑色和灰色为主要流行色调 搭配着少许的深蓝 深紫色和深绿等其他色彩 线条硬朗明快也是这位设计师 刚刚推出的新款男装系列的一大特色 尽管设计风格有所转变 这些服装也有不少 还是选用了范思哲的招牌闪光面料 1990年代早期的风情依稀可见 另外这几个星期来 人们谈论最多的名人 莫过于安吉丽娜·球莉和布莱德·皮特了 上个周末已经怀孕的奥斯卡影后 安吉丽娜·球莉身穿休闲装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家商场里购物 引起了当地媒体的骚斗 安吉丽娜·球莉和布莱德·皮特一起 带着两个养子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家商场里 购买了一些首饰 当地的影迷说 两位大明星非常随和友好 安吉丽娜·球莉正在多米尼加拍摄 《罗伯特·德尼罗》导演 由他和马特·戴蒙主演的悬念片 《牧羊好汉》 设置组给这个小小的加勒比海岛屿 带来了不小的骚动 好 接下来又到了好莱坞快递的时间了 段贝山勇夺金球奖之后 更加成了大家不可不看的电影 今天我们就要为你介绍影片中的精彩片段 请收听收看伊兰制作的好莱坞快递 孤独牛仔相逢牧场 从此两人一生一样苦恋中煎熬 下面介绍本周好莱坞星片段贝山 六十年代的一冬天 恩尼斯和杰克在华尔明的诺场上打短工 朝夕相处 沉默外沿的恩尼斯和外相的杰克成为好朋友 彼此的关爱和照顾在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过友谊的感情 但是这种感情也是当时无法启齿的秘密 牧羊季节结束 两人回到各自的家乡开始而活着生活 杰克和他一样奇数出色的洛林相爱 恩尼斯则和女朋友埃尔玛结了婚 然后是孩子们出生 长大 那个冬季似乎成了遥远的往事 do you know somebody named jack we was fishing buddies 然而多年有时候的相遇 两人的爱情一如昨日 于是他们瞒着家人 以和朋友出门钓鱼为名 每年相约见面 you don't go up there to fish you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her 但是发现了丈夫的秘密的埃尔玛痛苦的生 恩尼斯的扮演者澳大利亚影男 希斯莱杰在影片中的表现 受到了媒体的高度评价 纽约时报说 莱杰在荧幕上 可以和一代影帝马龙白兰杜 以及肖恩潘最出色的表演相提名 莱杰说 扮演恩尼斯这个角色的挑战 恰好让她能够成功 我知道自己能够扮演恩尼斯 因为我知道恩尼斯在自己的性取向问题上挣扎 她难以面对自己爱上了杰克这样的事实 我知道自己要表现这些挣扎很困难 杜与的扮演